老少星 有人刺杀暗罕宫 杀了 现在还不清楚 他是谁 他是谁 你是谁 顺我者长 你我者亡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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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都不说话呀 是不是 看我没死 不高兴吧 这些贼子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行刺我 必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 这个人我知道 他姓刘 太皇太后命我替天子监巢 是为了大汉两百年的江山社稷着想 刘家人却恩将仇报 真叫人心寒 陛下 不不不 按大汉刑律 赐皇杀价同谋不轨 当株连九族 按汉宫 不不不 社皇帝 那贼子刘衍兄弟与老臣 可是一点牵连都没有啊 求陛下开恩啊 求陛下开恩啊 你们这是 快起来 快起来 大司马 你说这些干什么 让我把这些余国有功的大臣们 都杀了 陛下 这可是高祖定下的国律呀 国律 你们 求陛下开恩哪 求陛下开恩哪 求陛下开恩 你们都起来吧 都起来吧 都起来吧 谢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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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律和吉兵 国律乃高祖所定 无法更改 我设你们免死 但朝中 却不能再留用你们了 交出你们的官印 回家乡去吧 老寿星 老寿星 不好了 出事了 出大事了 怎么了 是皇帝他 他把朝中所有流姓大臣 都罢了官职 轰出魏阳宫了 还办了道指 说从今往后 朝廷不得任用流氏宗亲 老寿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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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歇下再走吧 大哥 怎么了 官兵在四处搜查 朝这边来了 咱们还得往山里走啊 罢贼 杀 杀 报 报仇 不 承秀 文书这个样子 得找郎中看看才行啊 这可是不对啊 城里到处都贴在你们兄弟的画像 大哥 那帮人巴不得抓住咱们 身官发财啊 要是剑山 要是剑山 怕文书扛不住啊 有什么地方 能把三帝安置一下 我在道上听说 莽贼已经把朝中所有流姓大臣 撵出长安 还说从今往后 刘家人永不能入朝为官 伯承兄 我倒是有个地方 哪儿 阴家庄 阴家庄 吴兄 阴兄 即日不见 你的剑兵剑长啊 我这两下子 对付极兵狗盗之徒 还差不多 比起吴兄你 可差得太远了 阴兄过誉了 好 行了 阴兄 你听说有人行刺安汉宫的事了吗 听说了 那些人呈匹夫之勇 成不了什么大事 虽然是匹夫之勇 可是 倒也勇气可加 枉莽乱政啊 实在是让人难咽这口气啊 这只能怪他刘家的子孙 刺激不张气 你听说了吗 行刺王莽的 就是高祖九世玄孙 刘衍刘秀两兄弟 现在外面正到处喊着要抓他们 别跟我提这两个人 怎么了 说来话长 想当初我爹和他们的爹同朝为官 两家相处得还不错 我爹便把小妹许配给刘秀 可是没成相 家父遭贬回家 他刘家就看不起我们殷家 把这婚约给毁了 你说这算什么事吗 有这等事 是 我爹是 我爹回来就一病不起 这些年来我想起这事就生气 昨天一听说有人行刺王莽 我还挺高兴 没想是他们兄弟俩 我真恨不得 让茫茫把他们全宰了 我说不行就不行 伯生兄 我知道当年殷留两家结院 可两家的老人家都已经离世了 当年他殷家就是王莽的奴才 如今我们兄弟被王莽追杀 怎么能把三弟交到他们手里 文书砍伤网贼 他肯定不会把羞的 若是把文书藏到寻常朋友处 难免被人发现 殷家与刘家的恩怨众人皆知 把文书藏在殷家也许会安全些 就算我答应 可是他们殷家 你放心 殷家的大公子殷石 跟我有过命的交情 他不会不答应的 那只好暂且如此了 等咱们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再过来接他 不过 殷家要是做出什么 对不起我三弟的事 我刘言绝不饶他 你放心 我等于用性命担保 好 太好了 吴兄过奖了 小妹记忆平平 若是说个好字 还要归功这琴 这张琴 是我们祖上传家之物 是我们祖上最有名的奇相 管仲他用过的 果然是一把好琴 小妹 你不是说要跟吴兄请教奇异吗 我把他给你请来了 不敢不敢 早听说殷小姐奇异高超 吴某不是对手 你我还没对垒 怎知不是我的对手 你可不要轻信了别人的话 怎么样 吴兄 应战吧 我可是跟小妹打了赌的 你可别让我这个大哥失了面子 少爷 门外有位公子求见 知道了 吴兄 你们下棋 我去去就来 好 殷兄 殷兄 仲华兄 你这是怎么了 大哥 小弟是来求救的 你这是干什么 亏你还叫我一声大哥呢 有事就说出来 天塌下来有我呢 殷兄 小弟被人追杀 谁吃了豹子胆了 王莽 王莽 你得罪了摄皇帝 长安城中行刺猛贼 也有我一个 他要不再说 殷兄 我知道此事牵扯很大 告辞了 慢着 众华兄弟 你当我是什么人 你来我这儿是看得起我 别说王莽 就是天王老子动你 也得先问问我 大恩不言谢 英雄 里面请 来 英雄 我还有一个朋友在外面 好啊 是哪位英雄啊 快请他进来吧 是刘秀 英雄 我知道 你们殷刘两家曾有过节 不过 别说了 我发过誓 刘家的人 不许踏进殷家一步 殷刘两家的恩怨 那都是老人们的事 与刘秀五干呢 你要知道 刘家几十口人 都被蟒贼所杀 英雄 难道你就见死不救吗 别说了 我还是那句话 你刘下 他得走 既然英雄如此固执 小弟也没有办法 不过小弟答应过刘衍 不过小弟也 定要保留秀平安 岂能言而无信 告辞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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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兵进了殷家庄了 什么 我输了 吴兄承让 哪里 我可是尽了全力了 听殷兄讲 易小姐琴棋说话样样不凡呢 吴兄取笑了 吴公子 吴公子 少爷请你到后书房去 收拾有要事商量 好 好 易小姐 失陪了 花绢 什么事啊 不知道 看少爷的脸色 好像是出了什么大事 这位吴公子啊 能文能武的 人也俊气 是不是 是不是要问你啊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哎呀 小姐 是少爷让我来问你的 吴兄 殷兄 这位是 他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邓宇 他就是吴幻 他假传的武功医术非常了得 不敢 久仰邓兄大名 你这是 我没事 我的朋友受了点伤 请吴兄看看 他人在哪 这些了 吴兄 他人在哪 还可 叶佳兄 他上大宗 还可 闭到我 不敢 我看是被人吓的 那怎么办 不要紧 我给你开两张方子 一张是内服的 一张是外用的 我想过两天就没事了 多谢 张兄 我看这位仁兄一脸顽弃 为什么惹下这么大的麻烦 这 别看我 我殷实算没脸见人了 不瞒吴兄 他就是砍了猛贼一刀的刘秀 哥哥 小妹 家里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 没事 你是不是要找吴焕 他刚走到镇子上去了 我们今天约了人 一起切磋武艺呢 哥 你们练武不都是在家吗 老在家都烦了嘛 换个地方新鲜点 我先走了 你早点休息 我走了 你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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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天谢地 你总算醒了 邓宇啊 这是在哪儿啊 别管在哪儿 反正官军再也抓不到我们了 我大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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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尚兄带着人进山了 他说 等找到藏山的地方就来接你 汪汪老贼 帮我全家 帮我全家都 我们都知道了 我回台宣府去找你们 你们都不在 我 那天你刚走 玉林军就闯了进来 我只好被鸡大哥跑了 你安心养伤吧 咱们饶不了王贼 汪汪恶贼 可是我那一刀真是没用啊 早知如此 我正该和你们一起多学一些武功啊 温叔 行司往往这事儿 天下人都知道了 你知道人家都怎么说你啊 说你是大英雄啊 家人王 家人王 山河谱 自己都被追杀的四处逃亡 算什么英雄啊 灯禹 你带我去找大哥 不行 王王正在四处悬场捉拿你 你是万万不能出这个院的 再说 你这身体 我在这儿 岂不是连累了人家 你就不要多想了 反正 你千万不能出这个院 要是有人问你 你也不能说你叫什么 等过了这一阵子 咱们就去找伯盛兄 真儿啊 知道二叔找你来干什么吗 我要告诉你一桩好事 算了吧二叔 上回高祖庙 您说老天爷要开眼 差点没给我吓死 屁话 那是行刺 不是老天爷开眼 挺好的一桩好事 叫刘家一伙人给我搅了 二叔 到底有什么好事 您快告诉我呀 来 进来吧 学生哀章叩见太子殿下 什么太子 你想找死啊你 算了 不敢 都是自己人 哀章 你有什么话 就跟太子殿下说吧 学生哀章苦毒实在寒窗 算出这大汉江山有一天要完 于是乎 得得得得得 就你这点点儿我还不知道啊 什么忽不忽的 有话尽管直说吧 学生算得出这高祖庙前有一天要降童侠 童侠 什么童侠 给谁的 给你爹的 我原本打算在你爹和太后去高祖庙时 让人在庙台前挖出童侠来 可让刘家给我搅了 童侠中有两道拂命 一道是天地行喜金溃图 而另一道是赤地行喜某传皇帝金册书 某指的是高祖 而皇帝指的则是摄皇帝 哦 二叔 这么说 这高祖要把皇位让给我爹呀 没错 不光是继位 而且连辅佐的大臣都定下来了 是吗 说给我听听 啊 二叔 这里怎么没我呀 你是太子啊 天降童侠 这是天意 这回你爹不会再固执了吧 妙 白正 这是你想出的主意 学生哪里想得出啊 这都是司徒大人的意见 哦 怎么样 二叔聪明吧 聪明 不不不 二叔 简直就是英明啊 二叔 咱们赶紧找人 把他给挖出来呀 我都安排好了 是啊 艾章今晚就办做方式 到高祖庙去 咱们不能自己做自己挖 得让别人挖出来才想真的 对呀 来 站住 你不要惊慌 我是苍天派来的天使 苍天天使 大胆 见天使何不下跪 不知天使降临 小的冒犯了天威 小的最弱的天威 此 高祖庙前十节之下 神将童侠带天行令 你可听明白了 你必须在天明之际 祭取童侠暴奏当朝 曉得明白 去吧 这回您可以做真皇帝了 天将同侠与高祖庙 摄皇帝应为真天子 你说什么 皇上 小的昨夜职守高祖庙 忽然天光闪现 一先依天使驾车来到庙前 说高祖庙前十阶之下 神将同侠待天行令 要小的在天明之际记取同侠 同侠在哪儿啊 请大家来看 你不再看一看 我来看一看 你不再看一看 神将军 你不再看一看 你不再看一看 神将军 摄皇帝 摄皇帝 这扶上不光说摄皇帝应为真天子 就连辅佐天子的大臣都定下来了 这 这真是天意 天意啊 天将重任 事关重大 来人呐 在 将 这两道负命送往后殿 请太皇太后过目再定 陛下 功子 你的病好了 多谢老人家 好多了 老人家 讨扰多日 我还不知这家的主人是 小的只是个仆人 什么都不知道 请公子用饭 你大什么气啊小姐 你是想下棋 还是想学医 或是练练剑什么的 你要想做什么 吩咐弄批就是了 不许胡说 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那就撕吧 反正我不说啊 少爷也会说的 花娟 这两天 家里是不是来了客人 怎么没见哥哥 是 他真的不知道 他是什么 我没有听见 远明 走 好 这样 你们 来 我们 走 故意 你 哪 别 优优独播剧場 站住 哪来的小子 敢把我们家小姐的琴弦给弄断了 我 你什么你啊 花君 这位公子 请问你是何人 为何会在我家 在下南洋流 何乃 与朋友出门游玩 半途生病被朋友送到此处 你姓刘 小姐 听说咱们殷家只有姓刘的仇人 没有姓刘的朋友啊 少多嘴 刚才听公子的琴声中大有悲愤之情 恐怕你并非出门游玩吧 我 公子既通琴道 当支琴声做不得假 你认识我哥哥 实在冒昧 弄断了小姐的琴弦 我赔 你赔 你知道这是什么琴吗 你赔得起吗 这 魂叔 你怎么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少爷 这人偷弹小姐的琴 还弄断了小姐的琴弦 刘秀 你也太放肆了 刘秀 哥哥 小姐 英雄息怒 他 这位是殷石殷公子 刚才那位就是殷小姐 咱们这是在殷家庄 殷家庄 刘秀 刘秀 亏你还有脸见我妹妹 没想到你们刘家人 也会寄人篱下 文叔 你让他走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他的画像 除了我的殷家庄 不出十里 就会有人把他杀了 多谢提醒 刘秀无能 承受不起你殷家的庇护 也不敢牵连你们 告辞了 小姐 你别伤心了 我看少爷的态度 他收留刘秀也是不得已的 真是的 他刘家有什么了不起的 连自家的江山都快保不住了 还穷横穷横的 就算他不走啊 咱们也该把他轰出去 再有什么不得已 他也不该瞒着我 我听少爷说 就是这个刘秀 在长安行刺了王莽 他行刺了王莽 是啊 现在啊 外面到处都有人在抓他呢 我还听少爷说 如果他一走出殷家庄的话 准备让人给宰了 他 是啊 起先我也不信 他那个样子 连只鸡都杀不了 还杀人呢 我 我听吴公子说 他这一家呀 都让王莽给杀了 小姐 声音机 膏 刘秀这一走 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他活该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啊 当初我们殷家走辈子的时候 他刘家又干了些什么 小妹 全是哥哥的错 哥哥不应该收留他 惹你生气 不 哥哥 咱们该把他找回来 小妹 你这是 他行刺王莽 既是为家人报仇 也是为天下百姓除害 一个书生能如此 也算不易 咱们总不能眼看着他 再被王莽杀了 他自己要去寻死 又关我们什么事 再说 他自己跑出去的 我们总不能再把他请回来吧 哥哥 小妹 哥哥什么事都能答应你 唯独这件事 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 我早告诉你一天 你就早死一天 事可杀不可辱 我大哥说了 当年殷家就是与莽贼一路货色 我父亲就是被他殷家给气死的 文书 把你送到殷家 博生兄是知道的 咱们在长安行刺蟒贼以后 所有刘氏宗族都受了牵连 当时你又昏迷不醒 不能跟博生兄他们进山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到处都是追查咱们的官兵 人家能收留咱们已经是不义了 我宁可死在莽贼的刀下 也不受仇人的庇护 好好好 莽贼是篡夺你刘家江山的仇人 殷家是害你父亲的仇人 天底下还有几个不是你的仇人 这可好 你说怎么办 去 找我大哥 怎么找 上哪儿去找 他们在哪儿咱们都不知道 再说现在到处都是官兵 五公子 我家小姐她怎么了 没什么 我来吧 花君 是吴兄 怎么 还在生你哥哥的气 吴兄 刘秀的家人真的是被王莽所杀 我是听那个叫邓宇德说的 南阳刘家四十多口人 都被杀尽了 怪不得听她的琴声中 竟是悲愤之情 你不恨他 听殷兄说 你父亲是被他家害的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王莽为了一个别家的家奴 把自己的儿子杀了 家父被他蒙蔽 历见王莽出任朝廷要职 与刘家发生争执 家父被贬 后来 家父自己也后悔不已 说自己看错了人 保错了棺 可因为这个 他们刘家毁了婚约 毁婚之时 我和他还都是孩子 连面都没见过 连面都没见过 那你 我只是觉得他是一介书生 能有此壮举 不该就这么死了 不该就这么死了 我明白了 不凶 你要去哪儿 既然你想救他 我就试试看 怎么说你好啊 放着好好的地方不待 非要坐着破庙中的孤魂野鬼 邓宇 咱们明天就进山找大哥 你的伤还没有痊愈 不能去 你的伤还没有痊愈 我看咱们还是想办法 到我家去躲躲吧 我看你 都是我 拖累了你 什么话 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明天呢 还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了 我看你